福建省十四届人大二次会议正式拉开帷幕 与会的人大代表以及受邀列席的台湾同胞 纷纷就2024年福建省人民政府工作报告中 敏台融合再谱新篇 加快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等内容 表达了自己的意见 2024年福建省人民政府工作报告 在加快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篇章中明确指出 福建要建设台胞求学研习聚集地 扩大高校对台招生规模合作新版职业学校 对此来自教育领域的人大代表们纷纷表示 两岸的教育交流合作应该持续加强 这两年我们引进了60多名的台籍教师 那今后我们还会引进更多的台籍的高层次的人才 并且为他们提供良好的教学科研的环境 今后我们也将与台湾更多的优质的高校合作 我想两岸未来可以在教师的互派 学生的互访上面做更多的事情 我们也将邀请更多的台籍青年来大陆 让他们更多的了解大陆的发展 在两岸融合发展这一块 我们希望说可以推动一所海峡大学的成立 用一所大学的平台来推动两岸教育交流和合作 那我们也非常欢迎台湾学生能够来大陆 选择合适他们的高校 合适他们的专业 同时我也希望福建的这些本土的高校 能够未来在两岸共同办学上面能够在全国做出示范 此外 报告在常来常往促进情感融合方面 提出要促进文化交流更加活跃 加强敏台历史文化等研究 也让来自莆田和全州的人大代表们深有感触 那莆田是妈祖的故前 我们美洲妈祖数来有着海上和平旅神的这种称号 所以在两岸之间有着广泛的影响力和众多的信徒 在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的示范区的过程中 我们可以加大妈祖文化宣传力度 那加强两岸妈祖文化交流 吸引更多的台湾的年轻人来我们普天美洲 走走 看看 寻更业主 那共同来哄言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 我们也希望能够进一步的以妈祖文化为纽带 为桥梁以通出隆 以会出隆 以秦出隆 我们有一个兵台原博物馆 我们从小孩子 从学校的小孩子 我们每年必须的一个研协就是在兵台原博物馆里面去 从小就培译这种两岸的文化的交流 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 特别是我们全州会有一个青山王的这个文化交流 非常它就是从这个民间凝聚的这种人心 这种情愫 这种台胞的这种 我觉得说这种感情也是有一个很牢固的基础 大会列席台胞 福建张平台商联谊会会长李志宏 在旁听了2024年福建省人民政府工作报告后表示 报告在优化涉台营商环境 深化敏台产业融合 提档升级台湾农民创业员 敏台农业如何发展产业员 促进敏台经贸合作提制增效部分 让台商们信心十足 那对台商的立场来讲 它是等于营造一个宽松的经营环境 营商环境 让所有台商都可以安心的投入权力的发展 所以我们认为对我们未来事业体的发展 是向好的是充满信心 所以我们非常感谢政府的作为 省长的报告让我们充满信心 让我们对福建充满信心